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大学的老师刘金 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张家口赛区的云顶滑雪公园 这里将承办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两个大项六个分项的比赛 在冬奥会期间,这里将产生20枚金牌 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是在高山滑雪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项目 自由式滑雪是选手们在斜坡上自由滑降 通过表演空中技巧来比拼艺术性的比赛 也被称为空中舞蹈 冬奥会上分有雪上技巧、空中技巧、悠行场地技巧、障碍追逐与坡面障碍技巧 共五个小项比赛 自由式滑雪1992年被正式列为冬奥会比赛项目 单板滑雪又被称作冬季的冲浪运动 是一项以一块滑雪板为工具 在规定的山坡线路上快速回转滑降 或在特赦的U型场地内凭借滑坡起跳 在宫中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的雪上竞技项目 1998年,日本长野冬奥会上 单板滑雪的高山大回转和U型场地雪上单板技巧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大家好,现在在我身旁的是云顶滑雪公园 场馆与基础设施副经理陈荣卿老师 陈老师,您好 咱们云顶滑雪公园作为北京冬奥会 唯一一个依托现有滑雪场改建而成的雪上竞赛场馆 能否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场馆在设计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我们在这个场馆的整体的规划设计这个层面的 都一直秉持着一个场馆可持续 以及这个绿色半奥的这么一个理念 所以我们在这个规划设计和建设的过程当中呢 是采取的三个主要的策略了 第一个策略是充分利用现有雪场的资源 因为我们是在现有的云顶滑雪场是一个大众的 一个商业滑雪场的基础上建设的 冬奥会的六条赛道里面有四条赛道 是在原有的雪道上去改建的 我们雪道两侧的这些造雪系统 缆车都是利用原有的设施 整个滑雪场的这些酒店 都纳入我们整个场馆规划的范畴 充分地把我们场馆里面现有的这些空间和设施都能利用起来 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策略 第二个策略是整个的几年下来的建设程序 跟滑雪场的正常的运营结合起来 这几年下来就跟其他的雪上项目的这些场馆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是同时在建设又同时在经营 第三个策略是对于零件设施这一块 因为我们这个场馆它的零件设施的占品非常大 跟别的场馆也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是在现有雪场进行建设的 所以我们这里头没有永久性的这种体育场馆设施在这里头 非常感谢您程老师 谢谢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